这个小子真狗费 不但杀了自己的上司 还把以前的同事 和自己办事不利的手下小六 一同困在车里 想把他们淹死 此时男主小江明白 他变成的人 都是当天被注射要务实在场的家伙 只有小五还没变 所以他要解救出小五 等待变身 另一边买主也到了 结果也是被小黑三杀的 此时男主变成了小五的样子 前来解救女友小买 小黑三也发现 此时的小五就是小江 正要解决掉他的时候 小美开枪杀了小黑三 此时的小美也意识到 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自己的男友 最后也就真相大白 整部影片 男主和女主 为了解救彼此而拼命 男主就是 无论我在哪个身体 都同样爱你 大家看得是不是有点比我 就是一堆很杂很乱的头脑风暴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